本日在北約轟炸利比亞第216天 由一開始到現在 利比亞已經有幾萬人死於衝突 多個城鎮發生人道主義危機 卡達菲的死亡令利比亞的內戰走向尾聲 為利比亞從動盪局勢到回歸穩定帶來轉機 利比亞動盪局勢已經持續了9個月 在首都迪麗玻璃被攻佔之後 卡達菲的下落不明 而忠於他的軍隊截截後退之餘又截截抵抗 霸而不潰 內戰成為利比亞人每日必須面對的殘酷現實 而攻打卡達菲武裝所控制的城鎮 就成為利比亞執政當局每日的投號目標 現在黃人卡達菲已經身亡 忠於他的政治和軍事力量失去領袖 利比亞執政當局可望由現在開始 將主要精力轉向國家和解 以及對政治、經濟和社會機制的重建 而與此同時 當地民眾也意識到卡達菲的死亡 並不代表利比亞的問題已經完全解決 卡達菲殘餘勢力仍會製造麻煩 在東西地區、大小部落和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矛盾 可能會進一步浮面 民間武器的氾濫、外來勢力的干擾 極端和恐怖勢力的混水摸魚 亦將會為利比亞局勢加來各種各樣的變數 而在可以預見的將來 後卡達菲時代未必不如大家想像中那麼和平 事實上卡達菲之死 意味著利比亞各派力量的博弈 現在才真正揭開序幕 經歷動盪之後的利比亞白費待興 人心施安 早日平復戰亂創傷、恢復經濟建設 是利比亞現時最急切的課題 所以在卡達菲死亡的消息獲得確認的時刻 國際社會應該思考如何發揮作用 推動利比亞早日回歸穩定和發展的軌道 大家都期望利比亞人民的選擇會受到尊重 利比亞人民的利益可以得到維護 卡達菲死於戰火燒煙之中 利比亞將會揭開新的一頁 大家都期望這個國家的未來 能夠少一分暴力與衝突 多一分和平與安寧